肖战不参加跨年的真正原因 相信还是因为如梦 跨年在一片欢歌笑语中过去了 我们告别了2022年 走进了2023年 过去的一年 成功也好 遗憾也罢 走过去 再回头 仿佛不再有当时的感触 一切变得有些风轻云淡 虽然难忘金肖 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词汇 但很多我们曾经以为无法跨越 无法接受与忍受的事情 都随着时间的迁移 变得没有那么沉重 不得不说 时间是一剂两药 让人成熟成长 心胸变得更开阔 人也更加明悟了 这次的跨年 因为没有肖战的舞台 变得有些冷清无趣 虽然很多卫视都有跨年晚会 歌舞欢腾的 但相信很多人心中 还是颇有些怅然弱势 真是习惯了看跨年舞台上的肖战 看他带来的惊艳歌舞 与璀璨星光了 肖战为什么不参加跨年 相信这个问题 很多粉丝都想问 肖战作为内娱的断层顶流 相信每个电视台的跨年晚会 都想邀请他 肖战不参加 肯定是他拒绝了邀请 肖战为什么不参加跨年 想来还是因为拍戏的缘故 大家都知道 肖战这段时间 正在重庆拍摄交洋办我 之前因为疫情的原因 剧组停工了一小段时间 后来疫情政策放开 剧组本来可以加快进度 但是肖战还有如梦之梦话剧耀眼 肖战今年如梦巡演 虽然只有北京站的四场 但是他还是要提前去到北京 参加彩排 这一来二续也耽误了不少时间 交洋办我是肖战的大男主剧 戏分很多 之前剧组为了赶进度 开了B组两头拍摄 相信肖战也是考虑到剧组的进度 所以演完如梦就赶紧回到了剧组 这是肖战敬业的表现 沙哥收到消息 肖战回去的第一天是没有肖战的戏的 因为剧组也没想到肖战这么快回来了 剧组也是赶紧协调 让肖战加入拍摄 这几天肖战都是每天拍摄到很晚 差不多都是凌晨两三点才回到酒店 这几天很多夜戏 肖战跨年那天也是拍摄到凌晨两点 今天更是要拍通宵 要拍到天亮才能收工 肖战如果参加跨年 一定是压周演出 指不定又是要准备三首歌的舞台 肖战又要练舞 又要彩排 肯定需要不少时间 肖战参加《如梦》 已经耽误了很长时间了 再加上跨年 焦阳把我重庆的戏本来就要收尾了 剧组那边肯定要停摆等他了 肖战本来把戏看得就很重 更是非常敬业 不像有的演员随便闸戏 肖战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 准备跨年的舞台了 所以他婉拒跨年的舞台 是可以理解的 肖战又一次在剧组请客了 大方送焦阳伴我剧组跨年礼物 看起来肖战战总的称号 果然是名不虚传 还是一样温暖 有心 在跨年夜到来的时候 肖战大方送主演新剧 焦阳伴我剧组跨年礼物 非常多好物 精挑戏选了非常多代言品牌 有肖战代言的牛奶和零食 这应该也是剧组第一份跨年礼物 其实肖战一直都有站总的称号 无论是在焦阳伴我剧组 还是如梦之梦 和其他地方 肖战首先对待工作很负责 严谨 待人真诚 其次就是喜欢请客 慰问辛苦在一线的工作人员 这份真诚 着实让人感动 粉丝们看到肖战温暖的举动 内心非常感动 特别是剧组非常温馨 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 非常享受这样的剧组氛围 剧组还感谢了肖战 暖洋洋 喜洋洋 感谢肖战老师给大家送来的新年问候 暖洋洋的洋洋 就是对肖战剧中人物圣洋的昵称了 写感谢信的人不仅称呼肖战很暖 还尊称肖战为肖战老师 也应该是他们业内对演员一贯的称谓 话又说过来 肖战不止一次收到感谢信 仅是公益媒体 肖战都收到了非常多 待人真诚 做事认真 充满社会责任感 这样的肖战 值得点赞和跟随 跨年没有看到肖战的舞台 并不意味着春晚没有 可能的话 希望可以加盟 肖战很难与家人共度佳节 明星都是越到节日越忙 更何况他是超级顶流肖战 这次庆幸拍摄的在重庆 肖战总算能在工作之余 与家人团聚 想想也真是挺不容易的 不过超级顶流 就是超级顶流 虽没出席跨年晚会 热度依然不低 我们看这张百度指数图 唯有肖战是空白的 热度依然远超许多有活动的明星 其实肖战只是在零点发了一张图 配文 踏踏实地向前走 走自己的路 2023 冲 自2018年以来 肖战跨年总是发一张向前冲的图 充满着高昂的斗志 展露着一颗向前奋进的心 不得不说 成功是有原因的 成名四年来 无论巅峰低谷 都不骄不躁不气馁 清醒通透 砥砺向前 这四年 他从来没有躺在功成名就上 而是不断提升自我 突破自我 挑战自我 用日新月异的自我领跑那一 任在多的新兴出现也无法望其相悖 当然 总有一些人把肖战的成功说成是粉丝众多等等其他因素 但是可曾想过 在那与有层出不穷的新人 有众多被资本捧着宠着的艺人 却干不过肖战是为什么 原因就在这里 粉丝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 是被超出常人的优秀吸引而来 从来不是粉丝成就了谁 肖战是用不断超越自己成就了自己 新的一年来临 在肖战的粉圈开始流行这样一个梗 通透温热 不知这个词起源于何处 只知这个词可以说是粉丝的识别密码 也为肖战就是这样通透温热的人 经历了这世间最丑陋的是 依然心有阳光 心怀善意 依然热爱生活 自强不息 这是肖战的气度与心胸 更是智慧与格局 看清生活的本质是通透 但依然保持赤诚是温热 而能把如此明误复之于行的人 可称之为强者 称之为传奇 如此肖战又怎能不庸之者重 近日 美国一家专门针对全球各领域 网民流行话题进行观察及报道的刊物 The Netizens Report 公布了前段时间的 由海内外的那与粉票选出的年度 最具影响力的名人 以及网友票选出的最帅男演员 Top市名单 肖战均荣获第一名 这可以说是肖战海外人气最直观的体现 全部票选冠军 真正的实至名归 肖战虽是东方明星 但却是为全世界所瞩目的东方之星 有很多人喜欢肖战 是喜欢他帅气的外表 演绎的角色 动听的歌声 但有更多的人 是喜欢他的人品 素养 心胸 智慧 格局 有趣的灵魂 多少路人也为肖战的通透温热 由敬佩而生喜爱 直至不离不弃 所以说外在固然重要 内在才是留住人心的秘籍 新的一年开始了 愿大家都能像肖战一样 拥有一颗通透温热之心 奔跑在热爱里 所愿都成真